他原本只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大少爷 在家庭遭遇变故之前 凭着自己的爱好当上一名小职员 他在家庭遭遇变故 社团面临土崩瓦解之时 临危受命挺身而出 扛下所有 他从一记书生摇身变成社团老大 并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成为黑白通吃的黑道巨饿 社团在他手里壮大 鼎盛时期更是被坊间称为香港第一大黑帮 但他为人却非常隐秘 不失为一段传奇 他就是新一安社团的龙头老大向华岩 向华岩是新一安创始人向前的长子 出生于1932年 1945年身为军统少将的向前来到香港 为掩人耳目创立的新一安 向华岩也是在这时跟着向前一起来到香港的 新一安社团在向前的带领下称霸九龙城寨 也因此向前被称为九龙皇帝 向家老宅在九龙城寨崖前为街 这座三层的房子里住着几十寇人 向前有四房一态 掌房叶青便是向华岩的母亲 在来香港之前叶青便已去世 也就是说向华岩从小便没了母亲 叶青在世时向前就娶了二房林慧英 她是向华波向华盛的母亲 为人强势且泼辣 叶青临终之前要求向前娶个田房 田的是自己大房的空缺 于是向前娶了田房的中金 中金便是向华强的母亲 作为大房的田房 按道理中金的地位得比二房林慧英还高出一头 但中金为人懦弱 饱受林慧英的欺负 以至于向华强在接受采访时 总会说自己小时候很穷 在中金入门后没多久 向前又娶了三房陈赫云 向前的四个妻子为他生下九个男孩 四个女孩 再加上五个丫鬟 两个保姆 还有其他诸如中金的弟弟与妈妈 也一起住在一起 因此向家老宅内十分热闹 自古就有名言流传至今 天上雷弓 地上海陆风 这句话很贴切地阐述了 早年海陆风彪悍的民风 向前是陆风人 经历过动荡年代 因此向前承袭了上舞之风 在他的强制要求下 几个男孩子们从小就得习舞 以确保在浴室之时 有一计傍身 向前请来当时无敌于九龙城寨的蔡默派 宗师刘远程 为自己的几个儿子教学 因此向华强 向华盛等几个兄弟皆身手不凡 一手蔡默拳法 寻常十来个大汉进不得身 甚至到如今的孙子辈 也皆学习蔡默拳法 比如向左就曾以蔡默拳 个人打擂台 向华言虽然从小没了母亲 但由于长房长子 在家里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父亲对他较为宽容 没有强制要求他习舞 并且他也不喜欢舞刀弄枪 相比于习舞 他更喜欢的是读书 更喜欢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常说向游新生 因此向华言的外表极为斯文 俨然是典型的书生形象 毕是香港的帮派林立 老牌社团和盛和 和和图 和安乐等 还有在1950年后成立的14K 14K更是在短短几年里 以所向披靡之势成为香港第一大黑帮 新银安在向前的带领下 仅能在九龙城寨偏安一鱼 并没有特别出众 即使不算小帮派 也只能算是中等帮派 旗下的业务与其他帮派一样 收保护费 开赌档 青楼等等 1953年 向前因设三合会被当局驱逐 带着三房仪态陈赫云逃往宝岛 同年14K的创始人葛兆黄暴毕 但接受的儿子葛志雄无心帮会事务 后期至今14K虽对外统称14K 可36字堆各自为证 甚至自相残杀 而此时的新银安少了向前 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强势的二房林慧英不仅成了家里的主事人 还参与社团事务 在家里成日欺负填房中金 搞得一家子不得安宁 在社团里虽是颇有手段交际广泛 但社团叔父辈们怎肯听一个女流之辈使唤 林慧英难以服众 以至于不仅新银安社团每况愈下 家里的吃穿用度同样是一日不如一日 身在宝岛的向前新席香港 于是派了心腹大将林景林盛兄弟过来辅佐向华妍 并定下了新银安龙头之位侍习制的规定 向前出逃的时候 向华妍是卫生署的一个小职员 这时她才二十岁出头 眼见父亲不在 不仅社团这方群龙无首 还有一大家子没了主心骨 在这大厦将清之时 原本不安适适的向华妍挺起了胸膛 挑起了重担 有了林盛林景兄弟的辅佐 还有老丈人吕六的支持 向华妍辞了铁饭碗 坐上了二代龙头的宝座 由于戴着眼镜 江湖人称她为四眼龙 所谓创业难 守业更难 家族里几十扣人 再加上白孔千疮的社团 哪里是说扛就扛的 向华妍在日后短短的几年里 经历不少事情 也因为经历了这些事 才能迅速蜕变 蜕变成黑白两道通吃的巨饿 在向华妍刚接手帮会时 此时的新议案并没有多少收向 向前在宝岛又需要经济支持 向华妍无条件支持父亲 把家族私有的物业多数变卖 1960年 二房林徽英患病入院 由于病情严重 住的是私人的高级医院 医疗费用也是水涨船高 短短十天左右就花掉了八千块 在那时候八千块可是一大笔巨款 不仅是二房拿不出来 就算是整个相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社团虽是捞偏门钱来得快 但至今需要周转 那时候也还没回笼 向华妍没有放弃这位名义上的母亲 她亲自找医院谈这笔是否能延期支付 可换来的却是一阵嘲弄 毕竟新议案的名头这么大 向华妍作为社团龙头却付不起医药费 局部围歼的向华妍并没有因瘦辱而气泪 她咬了咬牙 放低姿态 四处筹钱 硬是把林徽英住院费给付清了 可能是她有这种大家长的风范 不仅家庭和睦 社团里才能团结一致 老话说得好 团结就是力量 新议案在向华妍的带领下 由林景 林胜 林江三兄弟辅佐 打下了大片地盘 正因如此 坊间才有那句 向家天下 林家大的传言 新议案之所以能在向华妍手中发展起来 还有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武艺探长吕乐 前文提到了向华妍的岳父是吕六 吕六也是江湖中人 论辈分 吕乐得叫他输工 因此这般算起来 吕乐还得叫向华妍一声鼓掌 正因为这层关系 在60年代 吕乐斥炸风云的年代 新议案才能茁壮成长 跟着向华妍有饭吃 社团内的叔父们没开眼笑 也因此向华妍在社团的地位举足轻重 1964年 向华妍成为一名法律顾问 以这身份行走江湖 不仅能对其他社团造成一定的威慑 还能满足自己原本喜欢读书的性子 70年代 向华妍带领新议案社族娱乐场所 并在弟弟向华光的提议下 开启一场养兵的模式 凡是来当服务员的便是新议案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简称家人们 此举让新议案快速吸收血液 迅速壮大 有钱有人的向华妍在1974年时 开了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的规模颇为巨大 主要有金融放束 地产和证券等项目 让新议案前生前力滚力 1975年 向前在宝岛病逝 向华妍带着兄弟几人一起将父亲的骨灰借回香港 80年代 向华妍手底下猛人无数 新议案四虎十节各个出众 叶总会三大亨之一的纪宝 新界王张仁龙之子张亮生 俞永超以及二陆元帅向华波组成的新议案四虎 新议案得到极大的发展 一跃成为香港三大黑帮之一 与老牌社团和盛和14K齐名 在后期又不断地培养新一代猛人 如建东虎中虎黄骏 湾仔之虎陈耀兴 建东之虎杜连顺 臀门之虎黎志强 红堪之虎麦高等等组成五虎 还有鬼天李玉天 湾仔双虎甘仔蛇虎等等时节 巅峰时期社团多达20万之众 稳坐第一黑帮的宝座 虽然新一安在向华言手头上走上巅峰 可他的为人却是十分低调 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 即便出现了也很难看出他是一位黑刀枭雄 1986年 经潜入新一安多年的卧底举报 如日中天的新一安社团多位高层被捕入狱 包括龙头向华言 女婿张亮生等十多人 因向华言作为新一安的二代龙头 方坚称此案为龙头案 经历22个月的牢狱之灾之后 靠着有律师身份的二儿子向展伟无罪释放 出狱后向华言决心将社团重心往商业上发展 原本一些偏门的生意逐渐退出 并交棒于二儿子向展伟 从此退居幕后 比以前更低调了 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向展伟承袭父亲低调的作风 除了是律师身份 在商业上也十分有天赋 曾与李超人有过合作 到了90年代 新一安总教头苏龙打的14K双花红棍 陈惠敏的老婆流产 向华言为苏龙出面 与14K二路元帅陈清华谈判 最终苏龙赔了120万给陈惠敏 这件事才算了结 此后女婿张亮生欠下高达三个亿的赌债 向华言为其还掉债务 但没过几年 张亮生再次欠下三个亿的赌债 向华言选择保持沉默 走投无路的张亮生在自家楼顶一跃而下 经历这事之后 向华言算是彻底的退出江湖 不再顾问江湖之事 仅是在一些朋友聚会 社团内兄弟的红白喜事才会出现 有钱有地位的向华言偶尔也做公益 他与向华强曾多年资助陆丰老家的教育事业 2017年 向华言就带着新一安的三代龙头 次子向展伟回陆丰探亲 同时还造访学校捐赠物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